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7日 欢迎来到网课试点 日本的独卖新闻社 新闻是报纸的意思 就是日本的独卖新闻这家报纸 在9月2号到4号 进行了一项很有意思的民意调查 这件民意调查主要是针对 日本国民向他们提问 日本是不是需要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所做的 回答赞成的人居然占到了70% 回答反对的只占到了24% 为什么和非常觉得让人震惊呢 因为日本是一个一贯执行和平主义的国家 大量的日本人过去从来不愿意 把更多的钱花在军费上 所以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也说明什么呢 是很多的日本国民正在感到自己的国家的安全 受到了威胁 那么威胁来自哪里呢 针对这一点 这个独卖新闻又接着社闻说 问到你是否认为 中国是日本安全保障上的威胁的时候呢 回答是的 占到了多少 占到了81% 回答不是的只占到了15% 最有意思的 他还做这个比较 接着他问 你是否认为这个北朝鲜是日本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上的这个威胁呢 回答的是的人是多少是72% 回答不是的是25% 这样一比较就知道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更多的日本人 日本国民认为 中国比北朝鲜更威胁 更威胁 更威胁日本的国家安全 大家都知道 北朝 常常 打导弹 从日本的凌空上飞过去 飞到太平洋那边扔导弹 试验核武器 即使如此 现在更多的日本人认为中国更威胁 中国更威胁着日本的国家安全 独卖新闻专门强调了这一点 而且接着说 接着说 这个数字 这个比率 是在任何一个年龄层都是一致的 就是说整个日本的国民 已经把中国看成是这样的一个 国家安全上的一个威胁 而且专门说明了 这个不仅是年龄层 包括政党的支持层都是一样 不管他支持不支持自民党 或者是支持的是在野党 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非常一致的意见 说来说去就说 这个调查证明了一点 证明了整个日本国民 已经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威胁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大家都知道 在今年的9月29号 是这个所谓的日中邦交恢复50周年的日子 我说一直在说 恢复邦交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谎言 恢复恢复指的是过去有一段停止了 然后再恢复过去 这再加能叫恢复 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中国共产党政权过去有过邦交吗 没有 过去所谓和中国有的邦交是什么呢 是和中华民国的邦交 你和现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外交关系 怎么叫邦交呢 所以我一般 我就叫所谓的邦交恢复 我一般说日中建交吧 说好也是日中建交 因为它代表不代表真正的中国 或者从法通上来 代表不代表中国还是另外一个意思 那么刚说就说 这个法通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 非常希望说成是恢复邦交 原因没有别的 就是想通过恢复这个字 告诉世界 或者说像中国人民说 我才是这样 中国的这种过去说 我们法通上的正当性的一个政权 是说得有这个意思 法通上 封五封十的日子 两个国家都会举行一些所谓的纪念活动 这个日本的纪念活动 一般都是由日本的经济团体联合会 简称金团年为中心举行的 因为日本它最主要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 这个经济的伙伴 而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同盟了 所以是一般以经济团体联合会为中心 来举行这样的活动的 今年六月一号 日本这个也是以经团年为中心 成立了这个新的这个今年的 所有这个纪念活动这个委员会 这个会长当然是经团年的会长了 经团年是日本这个三大经济团体 至于最大的一个经济的团体 经济团体 另外两个团体是一个是这个工商会议所 另外一个是经济同友会 这个经团年为中心 经团年就做这个会长做的这个委员长 然后是一些过期的这个 这个老的日本的政治家吧 来做这个所谓的顾问 最高顾问室嘛 是过去的福田康福首相 袁首相 然后是这个过去的这个 日本自民党的袁干事长 他叫这个二杰俊博 这个人做最高顾问 然后几个就所谓的日中友好团体的 这会长们来做这些顾问 他们本来准备是今年的九月 就是这个月要举行一场 一个一次非常大的这个叫 他们叫这个联系不信 也就是晚餐会 然后是来举行一个一个大的这个新淘金 就是所谓的学术研讨会吧 星期一的时候 这个我听到这个消息是四号的时候 西日本新闻 他报道出了一个一个消息 西日本新闻是在福岗的一个地方的新闻 是要报这个消息说什么呢 据他们调查一些这个日本自民党的一些政客们说 安天文雄很有可能会出席这次的纪念活动 指的是哪一次就不知道了 会出席一次 而且会作为这个来宾在上面做一个主持的 结果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这个昨天六号 这个日本的更大的这个两家通信社之一的实施通信社 就又爆出来了 安天文雄首相在新谢进行视察的时候 自己直接给记者们说 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做这个准备出席的准备 可以听得出来吧 就说一个是间接的报道 是周围的人的这个政治家们说他要出席 但安天文雄自己说不会出席 安天文雄直接给记者说他不会出席 也就是说日本社会有些政治家 或者有些经济的人 希望这个安天文雄能够出席来造成这个议论 推安天文雄出席 但是安天文雄到现在为止 认为他不会去 他自己说他不会去出席 日语是非常暧昧的一个语言 如果安天文雄在这个时点上 他说我去还是不去 我还没有决定 这个是真的是还没有决定 但是他说了在这个时点上 时点 时间点上 我还没有做准备去 要去的准备 意思是我不想去 我不去 当然我们最后还不敢说 安天文雄一定不会去 他还留了一点点的余地 在日本就是这样的 日语就是暧昧的 基本上他不会去 那么就是他可能到最后改变主义会去 他在这边会说什么话呢 我想也不会去说一些 额与风称的一些话 他也会可能在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批判 中国的一个机会吧 原因没有别的 原因就是他已经看到了 在这个时间点上 国际政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日本国民 日本的对社会对中国的反感已经到了 就非常高的一个程度 所以安天文雄他为了他的支持率 我估计他不会去 即使去了他也不会 不会扫日本国民的信的吧 安天文雄他还要注意到 国际政治的一个问题 这个前两天 刚刚就是这两天 大家都知道 英国的新的首相 单身 特拉斯这个新的首相 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因为英国自己在香港问题上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他就认为这个中国是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的世界秩序 世界的那种贸易经济政治秩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敌人 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或者从这样的一个基点上来分析 在我看来 安天文雄出席的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刚刚说的 我不能完全做最后的一个判断 但是我想即使出席 他也不会说出很多让中国感到高兴的话的 因为日本的国民已经有80%以上的人 把中国看成了是日本的威胁 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